YJCS-6型超声波模具抛光机是易经电子公司十几年制造抛光机的经验和现代高科技相结合的完美产品 整包装包括主机一台、工具箱一套、说明书一份 主机的后部有产品标牌、散热风扇、集成的电源座和保险丝座 请务必使用220V单箱电 本机必须使用三星电源插座,其接地电阻应小于4Ω 将起子对准器槽轻轻向外推出保险丝座 保险丝座上有两个保险丝,其中一个是备用的 主机前面板的正面如图所示 振动大小选择区,配合下面的增减按键 可在1-9共9级间进行选择 火花大小选择区,配合下面的增减按键 可在1-5共5级间进行选择 花纹,强化大小选择区,配合下面的增减按键 可以1-99级间进行选择 这是振动模式选择键 这是火花模式选择键 这是花纹模式选择键 这是强化模式选择键 这个键控制机器的输出 这是控制整个机器电源输入的总开关 本机具有真人语音提示功能 这个是声波输出插座 通过换能器线与换能器相连 换能器线两孔的一端连接主机 插入时先对准缺口位置 然后轻轻推入 最后锁紧 三孔的一端连接换能器 连接方法相同 各种工具头通过便服杆与换能器相连 换能器、便服杆和工具头这三者 必须互相连接紧密 否则会影响机器的功率传输 这个接线柱用于加紧火花线 旋转外壳至对准缺口 然后向内按紧黑色的塑料帽 同时将线头塞入 松手后即会自动加紧 这一排灯只是机器工具头 当前的振动状态 最上面的红灯亮表示满档 振动非常好 正常情况下连接良好的工具头 九档时振动指示应该是满档 七档时至少应有七个小灯亮起 以此类推 若在九档时振动指示灯很低 就表示工具头、便服杆和换能器之间的连接 有问题需要检查 这些工具头可以在振动功能时使用 错刀工具头 适合用于细筋窄缝和行枪侧面的抛光 效率较高 但加工后表面略显粗糙 抛光时应将度有金刚纱的错刀面 平稳地压在弓箭表面 缓缓地匀速移动 纤维油石工具头 适合在底平面和行枪角落进行研磨 这种油石的顶端方向研磨效率很高 使用纤维油石时 振动强度以选择在6以下 以免烧坏油石 本机配有三种不同规格的砂纸 砂纸背面有耐高温 四粘胶 可直接粘贴在各种工具头表面 砂纸工具头适应性好 不宜划伤工件表面 当砂纸逐渐磨损时应及时更换 以防裸露的金属划伤工件 更换时应彻底清除背胶后 再贴新砂纸 黄筒工具头需要配合金刚石研磨膏进行抛光 一般与W40和W28一起使用 适用于粗糙表面的抛光 黄筒工具头应选用直径3毫米的H62黄筒条 轻轻敲入便服杆后 用两颗内六角螺丝拧紧 黄筒工具头可以任意敲扁、挫尖 以适应不同的弓箭形状 抛光时应将工具头压紧在弓箭表面 使超声波震动 充分带动金刚石研磨膏 研抛弓箭的表面 逐质工具头需要配合金刚石研磨膏进行抛光 一般与W28、W14和W7一起 可得到效果较好的抛光面 竹片工具头应选择无竹节的老竹烘干而成 轻轻敲入便服杆后 用一颗扁形内六角螺丝拧紧固定 竹片工具头可以错小 以适应不同的弓箭形状 修整后的竹片表面应该是光滑的 没有明显凹坑和凸起 抛光时应将工具头压紧在弓箭表面 使超声波震动充分带动金刚石研磨膏 研抛弓箭的表面 木质工具头需要配合金刚石研磨膏进行抛光 一般与W7和W3.5一起 可得到非常精细的抛光面 如镜面 木片工具头应选择无节纹直的滑木 轻轻敲入便服杆后 无需螺丝 直接利用便服杆的弹性夹注即可 木片工具头可以错小 以适应不同的弓箭形状 修整后的木片表面应该是光滑的 没有明显凹坑和凸起 抛光时应将工具头压紧在弓箭表面 使超声波震动充分带动金刚石研磨膏 沿抛弓箭的表面 复合薄膜工具头需要配合金刚石研磨膏进行抛光 一般与W3.5和W1一起 可得到比木片工具头更精细的表面 复合薄膜背面有耐高温自粘胶 可直接粘贴在各种工具头表面 当复合薄膜逐渐磨损时应及时更换 以防裸露的金属划山弓箭 更换时应彻底清除背胶后再贴新砂纸 火花功能 主要使用黄筒工具头 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尖端放垫的黄筒工具头 这种形状的工具头比较适合底平面和行腔角落的整形 首先将同条前端敲扁略加修整然后微微折弯 若需要在细筋窄缝和行腔侧面进行整形 我们通常使用侧面放垫用黄筒工具头 折第一个135度弯 再次折135度弯 为了判断放垫的位置 我们可以将工具头进入水中 取出后观察水珠堆积的位置 使用火花功能 我们要使用火花输出连接线 将磁铁吸附到弓箭上 并把弓箭放入水或煤油中 如果弓箭很大 也可以采用滴水的方式 无档时整形速度最快 表面也最粗糙 火花整形时 工具头轻轻接触弓箭表面即可 不需要压紧 将工具头匀速平稳地移动 不要在同一位置反复移动或停留过久 以防产生凹坑 逐级降低火花档位 能够得到更加精细的表面 一档整形完成后 弓箭表面可达压光 侧面放垫时 更需注意工具头的平稳移动 不要斜压在弓箭表面 造成切削不匀 火花整形时 一定要摩使至工作面上 每一处火花点都一样粗 才可以进行更细的整形 否则会降低工作效率 使用花纹功能 我们要使用火花输出连接线 将磁铁吸附到弓箭上 并把弓箭放入水或煤油中 如果弓箭很大 也可以采用滴水的方式 使用花纹功能时 容易由火花或水花飞溅 因此要注意保护眼睛和防火 尤其是使用煤油时 一定要重视防火 花纹功能使用的是 弹簧钢片工具头 将工具头轻轻接触 弓箭表面即可 无需压紧 99档产生最粗的花纹点 1档产生最细的花纹点 20左右是最常用的花纹档位 使用强化功能 我们要使用火花输出连接线 将磁铁吸附到弓箭上 但无需把弓箭放入水中 使用强化功能时 容易由火花飞溅 因此要注意防火和保护眼睛 强化功能可使用 乌棒工具头和黄筒工具头 强化时工具头温度非常高 严禁用手触碰 乌棒工具头可在弓箭表面 批复乌钢保护层 以增加弓箭硬度或减小摩擦 延长弓箭的使用寿命 黄筒工具头可在弓箭表面 批复黄筒防滑层 有助于解决精密冲材时的 产品跳模问题 有时候机器会语音提示 或 但检查未见短路或散热不良 重新启动机器后及不再提示该问题 这往往是振动不良导致的 可能是工具头长度变化 螺丝没有拧紧 蝙蝠杆没有拧紧等引起 请检查相关连接 拧紧 更换或修整工具头 或重启机器再次自动寻频 即可解决 换能器线是最常见的易损部位 最常见的故障是换能器线断线 机器会语音提示 请插上换能器重新启动 或者检查连接线 此时可以用工具箱内的换能器连接线 测试专用线进行检测 若换上测试线后 机器恢复正常 即表示原换能器线确已断线 一般情况下 护套周围最容易产生断线问题 首先拆开护套和金属座 稍用力扯动线头 以判断是否断线 断开的铜线能被扯出 去除损坏的线缆 将护套、金属座装回线上 拨线头并上松香带用 注意观察防水插的角位 二、三角已经被断路 将棕线焊到一角位 蓝线焊到二角位或三角位 按原样将换能器线组装完毕即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